好 三位导师都选择了你 恭喜你应该算是 比较成功地表演完了这段作品 首先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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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中国话了是吧 四位导师好 我是张霄 今年26岁来自北京乐后会 你才26岁啊 可不像 你进步得比我快多了 这个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演员 演员 对 看见影视剧也演 相声也说 那你跟那个 说一段 谢谢 来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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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云金曹导师 好好说啊 不然的话我们不给你按灯 走 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 希望我有所表演 但是 我们不关心这些 我们就想听曹老师说一点 您来吧 四门功课 说学斗唱 说 嘴里边得干净 对 比如说有这么一句话 哪句话 说话 二百钱买一小猪 滋滋喝水 嘎巴嘎巴吃豆 接墙头扔出去 嘎巴一声 您猜怎么着 怎么了 死了 嘴里真干净 嘴里就得这么清楚 对 刚才这句话 嘴里有毛病 大舌头说出来不好听 是吗 大舌头说着 他不像话 您给学生 说话吧 前面买一小猪 小猪 接一接一喝水 嘎巴嘎巴切豆 这墙头扔着 枕了一声 您猜人了 怎么着 死了 别说了 这个 我能回去了吗 您您回去了 我们给曹老师登了 大伙儿 临时让我说 我也想不准备 临时把我请来 也没有什么准备 就是我说 要是有时间的话 我希望能多说一点 给大家 你这边自己找吗 这个 这不是自己找的 在一会儿的选手 选拔当中 我希望更多的 能站在舞台上 给大家说个小段 我为什么觉得 张骁不错呢 其实你这就是 一段模仿的表演 是 模仿就是夸大 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 你模仿 把他夸大了 大家会觉得更像 所以我觉得 你这个演员 很观察生活 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所以我为你亮灯 我希望你能来到 听云轩 我倒是不太同意 其实好多地方 是不像的 很不像 你仔细观察过举中吗 观察过 观察过 你先告诉我 你刚才低了杠铃的时候 怎么低了呢 你的手是怎么握的 这么摸 你把手转过了 我看看 你先把手转过了 这个举重 一定是大拇指 是藏在里边的 一般人都以为 举重是这么握的 但是这等于 拿一个手指 都抠住 四个手指 它是抠不住的 杠铃就掉下来 所以一定是这么 反过来这么握的 这叫锁握 对 许许多多 就这样的细节 包括你翻杠子 是什么样 推成功了 是什么样 都不是特别的 特别的像 我刚才给你举的 这是其中一个小例子 我都观察着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你刚才表演的 非常有意思 而且是那种 我喜爱的 从一个很小的东西里 别人看不出喜剧东西里边 能找出喜剧来 这就是特别好的地方 觉得你这个身材 还是比较适合 牛轰轰队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来 牛轰轰队 谢谢董老师 最后轮到我了 最后轮到我了 那个 因为举重是一个 很艰苦的人 你居然从中 看出喜剧来了 这点就非常了不起 而且你还能 把它表达出来 其次呢 我觉得 我是比较偏爱 像你这样身材的人的 而且我觉得啊 从你的角度说 恐怕你这样的身材 也在我这儿 最有发展 因为我最知道 怎么运用它 所以希望你到我的 群英会来 邓达老师也说完了 三位老师都阐述了 自己的想法了 期待你最后 做出最终的选择 我唱一句歌 如果这位老师 能听出来 我是唱给他的 他就可以把我领走 领走 领走 很好 请唱 你们想好了 领走这样一个人 是很费粮食的 我看 兜兜落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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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发现熟悉的也会 成熟 这首歌是 我爱我家的主题曲 会飞的心 应答了 倒是 会访载的 你再吃 你再吃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就是我的 k 很漂亮 不